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机 本期我们要使用小推车来进行几场试炼 第一关就是在农夫地图使用三辆小推车挑战30名部落盾牌兵 这里有地形限制,所以胜负很难预料 挑战正式开始 小推车全部冲向敌方阵营,盾牌兵也是顽强的抵挡了下来 小推车用一个华丽的转身摆脱了束缚 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飞驰了 盾牌兵的阵型已经被打乱了 现在还剩下两辆小推车,有一辆掉入了水中无法动弹 第二辆小推车过来想支援 把同伴顶出来,可惜没有成功 再来一次,还是失败了 哎呀,同伴没救下来把自己带走了 这边的盾牌兵好像也是全部被消灭了 小推车的司机干脆是舍弃车子下来散步了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古代二的地图 在这里小推车要冲上顶端迎战六名骷髅士兵 马上开始我们的挑战 小推车一路向上推,没有丝毫的懈怠 大胡子丢出了一颗苹果 证明上方的骷髅士兵已经和小推车非常接近了 小推车奋力冲刺无视骷髅的恐惧 此此顶住了骷髅士兵 哇哦,一个漂亮的甩尾回旋打散了敌人的围堵 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他是如何做到的 小推车果然牛皮 上方的骷髅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KO了 此时卷毛大哥舍弃推车带着小弟向下方的骷髅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一个组合拳击碎了骷髅士兵 两下三下全部干掉 小推车无伤通关 第三场试炼我们来到了海盗的地盘 这次十辆小推车将要挑战三十名海盗士兵 海盗阵营这边的兵力是十名碎发枪 十名喇叭枪 还有十名制弹手 海盗这边丢出了炸弹 小推车也是顶着强龄弹羽向船上冲锋 有一辆小推车成功杀上了敌船 这样就可以打乱敌人的攻击部署了 又有一辆小推车杀了上来 还有一辆被卡住了无法前进 OK他摆脱了障碍 勇敢地冲向敌军 怎么又卡住了 对方现在已经全部围了过来 当场就被击毙了呀 目前敌众我寡 形势不乐观呀 大胡子还没有放弃 依旧在不停地丢苹果 推车兄弟们也开始最后一搏了 绝毛大哥又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 组合拳 草茶小弟阵亡 但是对方也被大哥干掉了很多士兵 难道形势要逆转了吗 哎呀怎么掉下去了 刚探出头就被干掉了 最后一场试炼 螺旋塔的上方有一名小推车和一名小精灵 红方有五辆小推车 这是一场运气和技术的较量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的小推车同时启动 蓝方的小推车要掉下去了 No 他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侧花来到了第二层 蓝方小推车选择迎面相撞 一二三四 他从红方的小推车头上挨个撵了过去 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 红方也秀了一把极限飘移 这是给对手的挑衅吗 现在红方把蓝方死死顶在了墙角 不停的丢水果 蓝方司机只能放弃推车 开始肉搏 总就是寡不提中啊 红方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好了收拾心情 向顶端冲刺 没有推车 咱们就徒步前行 哎呦 大胡子忙丢了一个苹果 想直接干掉小精灵 可惜草叉兄弟没有领悟到啊 他进入了精灵的射程 箱子已经丢了出来 箱子开出了一名流放哨兵 司机大哥也冲上来了 几个兄弟一起揍他 大胡子致命的一击 带走了流放哨兵 这场战斗已经胜券在握了 就看谁能拿下最后的一杀 好几个兄弟都被卡住了 只有大胡子淡定的在丢着苹果 这次草叉兵也可以动了 大胡子同时也丢出了苹果 OK 郑重目标 本次的MVP选手就是大胡子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